大家好,我是Paul,就到最後英文一起讀 法國麵包,他進了聯合國的那個 你看我都記不起來 非物質文化遺產 好屌 非物質不存在的 所以這個詞就先偷看一下 Tangible就是實際存在的 Intangible就是沒有實際存在的 所以他贏得了這個Intangible 我們來看看怎麼說的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Heritage這個詞一般來說就是文化遺產 如果真的是遺產的話 就是你也給你的那種 那個叫做Inheritance 所以又不太一樣 那他贏得了這個東西呢 值得做一下介紹嗎 好啦,可以啦 我標題裡面說法國麵包 你就不見得會念 B-A-G-U-E-T-T-E 雖然說我在多人多長大 而且魁北克神就在旁邊而已 也就是說 因為魁北克是法語區嘛 也就是說那邊應該是比較法國文化的地方 可是說實在這個字 我以前還真的很少在生活中看得到 雖然它是很生活的一個東西 但我們家就不常吃嘛 那據了解這個叫做Baguette 美國的念法啦 就英文,美式英文的念法 Baguette 那法文的話算了,不知道 我剛看了,看完馬上忘了 因為就不是一個生活中真的會接觸到的東西 不過說真的,法國麵包我最常吃的時候 是吃越南的那個 越南料理的時候 因為越南曾經被法國當成殖民地 所以越南有法國麵包 法式麵包 這個大概台灣人也都知道 因為你大概就吃過了 像我住中立這邊,還真的蠻多的 好,這個車遠了 Baguette OK,我們再往下看 這個是聯合國的一個什麼什麼東西 頒給他的什麼什麼東西 UNESCO 我們一般就把它這麼發言 UNESCO 聯合國的一個什麼 教育、科學、文化、組織什麼鬼的 總之UNESCO把它拆開來的話叫做 The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所以聯合國教育、科學、技、文化、組織 大概這樣翻 不是太誇張了 Anyway 我看到這裡我就忍不住想到另外一個字 因為我看到science這個字 科學,scientific 我就想到現在我們講說理工科的學生 我其實也不知道以前大概怎麼說 你可能就是說I study science就可以了 可是science只是科學啊 我們講理工科好像 還有工程 對不對 不只是理科而已 還有工科在裡面 甚至有科學、數學那些 現在全部把它lump在一起 就是STEM S-T-E-M 那這STEM拆開來就是 Science、Technology、Engineering and Math 所以一般來說我們普遍的偏見是很多都男生會去讀這些科系 好,這個就不扯 這個真的是性別上的偏見就是 所以STEM 所以你是一個STEM student 這樣子 students who study STEM who are into the fields of STEM Anyway 好,我們往下看下去 好像都沒讀一下這個文章 所以我們先看著巴黎的報道 It is more French than perhaps the Eiffel Tower or the Seine 所以他說這個東西 It 它比巴黎鐵塔或者塞納盒都還要更法國一點 的確是我覺得 你想到巴黎 第一個想到法國 第一個想到巴黎麵包 法國麵包 而不是 可能是巴黎鐵塔跟塞納盒 可能都還不見得是你第一個想到的東西 所以Eiffel Tower應該沒問題 Eiffel Tower 然後面那個塞納盒 其實它的英文發音非常簡單 就只是SEN SEN 就這樣子而已 OK 就是你身體不太舒服 SEN SEN 就是那個SEN 好,anyway 或者你洗澡的時候戳出很多SEN 這個不太尊重 但doesn't matter 然後他接下來說 這個法國麵包 就是一般人回家的時候 可能把它夾在嘎指窝底下 或者是甚至綁在腳踏車的後面 So it is carried home by millions each day Under arms was strapped to the back of bicycles 一句一句來看 所以他被帶回家 It is carried home 被什麼? 被幾百萬人每天帶回家 By millions each day 這個Under arms 如果只講Under arm的話 應該講Armpit才是那個 嘎指窝 Under arm真的是手臂底下 好 所以就夾在腋下 OK,under arms 那或者是這個 綁在腳踏車後面 那個綁用strap這個字 OK的這樣 strapped to the back of bicycles It is the baguette 名字都出現了 法國麵包出現了 Baguette 那這個麵包呢 它就定義了法國生活的步調 It is the bread that has set the pace for life in France for decades and has become an essential part of French identity Yeah, sure 所以這個bread已經設了替法國的生活步調來定調 set the pace for life Pace可以是步調,沒問題 十幾年來 幾十年來應該說 因為這個decade加了附屬 那已經變成法國的identity 它的identity 法國身份的一部分這樣子 定義法國的一部分 has become an essential part Essential就是這個基本的 構成的這個部分 has become an essential part of French identity 然後下面就說 UNESCO把它加到了它的清單裡面去 而且這個清單是大家覺得很棒的 很崇高的 所以這裡有個字叫做exalted 我把這一段讀一下好了 So on Wednesday, UNESCO, the United Nations Heritage Agency Named the baguette, something worthy of humanity's preservation 所以把它命名為了一個值得人類的好好保留 值得人類保留的一個高度這樣子 humanity's preservation 所以preserve這個字是保留 名詞 preservation add it to its exalted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list 所以exalted再看到一次 其實我對這個字比較熟的地方的使用 就是基督教裡面 他們講說神是至高的神 所以God is exalted 我記得很深刻記得 以前在教會聽過這個用法 So if something is exalted 就是被大家放得很崇高 還有一個字叫做revered 也是一樣 就是被放很崇高的概念 revered, exalted 大概差不多 So something that is held up high Cool 好,然後我們再往下看 還有什麼值得看的東西 這個很好 Yes 所以就介紹一下法國麵包的概念 就是小朋友長牙的時候 就趕快塞一個麵包給他咬 因為我小時候我們媽媽會做一件事 就是買甘蔗給我們家小朋友吃 媽媽的說法是啃甘蔗 可以讓你的牙齒比較整齊 似乎也不是事實 因為我的妹妹 兩個妹妹到後來還是有去整理牙齒 我是沒有 但我的牙也沒多整齊 你現在看可能看不出來 可是你要是仔細看 會發現牙齒也是歪歪的 不過應該也不是吃甘蔗吃出來的 但是法國人就是吃法國麵包 我剛不小心把甘蔗比做了法國麵包 那所以 When a baby cuts his teeth His parents give him a stump a stump of baguette to chew off 對,姐姐一直讀得有點怪怪 來,所以當一個baby在cut他的teeth的時候 這其實是個獨特的片語 所謂的cut teeth的意思 其實一般來說的他的意思是 就學東西 所以我這裡讀一下下 to get your first experience of doing something and learn the basic skills 所以就是你一開始去初接觸一個東西 學著他怎麼去怎樣怎樣 所以你把它翻譯成是小孩子剛長牙 開始去就是牙齒怎麼整齊 我覺得這可以被借過去用 就是這個expression 還有另外一個我覺得跟他算是意思 比較有點像的 叫做learn the ropes 這個片語 兩個片語我都還算熟 我其實可以給你一些其他的example 像我以前當過一陣子的社區記者 所以那個時候很讓我學習到 就是跑一些那種活動 什麼什麼台商會 青商會什麼這些 你跑一跑認識大家 然後專門報導一些社區新聞 社區消息 so I cut my teeth on 社區消息 社區新聞 I cut my teeth on 什麼什麼東西 這樣子 好 那learn the ropes 類似的概念 就是你學一個東西的基礎的部分 這樣子 那為什麼用robes這個字 robes是繩子嗎 我剛剛看了一下 它的典故有可能是 don't quote me 就是大家謠傳的可能是 就是以前是水手 在學著航行 那他們 因為你知道船上一大堆繩子 綁那個綁這個 綁風帆什麼那些的 所以就有robes這個字在裡面 所以learn the ropes 就是學一個東西 新學一個東西這樣 好 所以這個片語 也不是說多困難 OK的 那還有剛剛說的就是 當一個baby在cut他的teeth的時候 父母就給他一塊baguette 然後去啃這樣子 所以一塊麵包 一塊什麼東西 我們原則上如果講說 一條麵包的話 用的這個單位詞 多半是loaf這個字 L-O-A-F 所以一條麵包叫做 a loaf of bread a loaf of bread 那他這裡用了stump 因為你知道baguette 就不是 比較不像loaf 其實還是可以 因為他還是可以切成一片片 如果你爽的話 但他的意思是 父母就給他一塊去啃 那一塊他用了stump 這個字 一般來說stump 這個字 我們可能理解就是 樹的那個樁 樹根 砍掉的時候 剩一個樹根在地上 那個就叫他stump這樣子 然後樹蹲 所以stump這個字 一般來說是這樣的意思 but that's ok 他這樣子用 也是沒什麼問題的 好 然後他接下來繼續說 當一個小朋友長大的時候 爸媽可能派他去 你幫我去巷口買個醬油 買個什麼這些的 那法國人呢 就是去幫我去巷口買個麵包 買個baguette 所以when a child grows up the first errand he runs on his own is to buy a baguette at the bakery sure 所以他第一個 跑的這個外物 或者說 一般來說我們講run errand 中文都翻譯成跑腿 可是我還是要跟大家強調 這絕對 因為跑腿聽起來 像是替人家做事情 好 這個人是替我跑腿的 沒有沒有 可是run errand 不見得是幫別人跑腿 你今天自己去郵局辦個事情 去seven領個東西 去蝦皮領個東西 這都叫做run errand 你可以替自己run errand 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那erran也可以是複數 所以我說 你今天要幹嘛 I have some errands to run 這是很OK的答案 I need to run some errands OK的這樣子 所以run errand 這個片語是要知道 OK 好 我們再往下看一個 這個片語我覺得值得學 就有時候我們中文會講說 自從我有記憶以來 我就什麼什麼怎樣 那所以這邊正好就有一個 so baguette 就是反正法國人 有記憶以來 就是記得這個 法國麵包這樣子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yes 好 所以 the baguette has set the pace for French life for as long as anyone can remember 所以baguette 他用了剛剛的這個說法 就是定義了法國生活的步調 set the pace for French life for誰呢 就是任何人有記憶以來 就是法國麵包定義了法國的步調 所以任何人有記憶以來 所以他這裡用個片語叫做 for as long as somebody can remember 所以要是今天我說 我從我有記憶以來 我就是一個素食主義者 我是不吃肉的 so I have been a vegetarian all my life 這樣講其實可以 但我如果要強調是 從我有記憶以來 I have been a vegetarian for as long as I can remember 這樣就是很OK的英文 而我知道同學可能會犯的一個錯 就是這個從有記憶以來 你可能就 啊 從不就自從嗎 你就拿出了since這個字 然後你啊 記憶叫memory 所以我很可以想像 同學會把它說成 I have been a vegetarian since I have memory 那這個完全不對 所以這個since I have memory 雖然這個紙句 有個帶這個連接詞的紙句 並不是文法上有錯 可是我這不是個片語 所以你不能說 since I have memory 什麼什麼的 no 這都不對 OK 所以你可以說 for as long as I can remember 或者as far as I can remember 也是OK的 so as far as I can recall 之類的這樣 as far as 所以不見得是for as long as 你也可以是as far as 這樣子 因為法是圓的意思嘛 好 那OK 來 那剛剛這句再把它看完 因為我們還有最後一個字要講講 就是反正任何人有記憶以來 就baguette設定了法國的生活步調 從這個麵包店飄出的香味來啊 到什麼什麼東西啦這樣子 所以from the smell of baking bread wafting through neighborhoods at dawn 就是清晨黎明的時候 所以黎明的時候 麵包飄的香味出來 一直到人們下班的時候啃這樣 to people munching on the pointing up of a hot tradition on their commute home at the end of the day 所以早上出門的時候 出門前 鄰居那邊 就neighborhood飄來的麵包香 到你下班回家的時候 啃這個麵包一路回家 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這裡我要講的一個字叫做wafting w-a-f-t OK 那這個字呢 其實我們先說一下另外兩個字 有一個字叫做float float就是飄著 這個飄可以是飄在水上的一種飄 OK 那可是還有另外一個字 中文也叫做飄 它叫做drift 那這個飄也是開那個賽車的時候 飄移的那個飄drift 所以這個飄是比較方向性的 雖然說那個方向也不一定在哪裡 因為你知道水怎麼流你也控制不住嘛 所以drift是飄 float也是飄 那這個是可以在空中的 也可以在水裡的 可是還有另外一種飄叫做氣味的飄 飄香的飄 也不一定是香啦 也可以是臭啦 那這個字就是剛剛看過的這個waft這個字 所以它用的字非常的精準 所以from the smell of baking bread wafting through neighborhoods at dawn 所以這個waft through neighborhood 就是剛剛講的氣味 飄香在你的整個neighborhood裡面 所以這個字用的非常的精準 也是一個我們比較少看到的字 因為我們講到飄這個字 但是一般都看到的是float或者drift而已這樣子 OK 好到這裡差不多了 也算是恭喜 說不定有一天我們的熊霸張 也可以進UNESCO的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的list 或者別的東西 Among other things 二阿堅或之類的 如果沒有那也不怎樣啦 算了啦 我們也不去爭那個 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